大家好,今天来做锅贴 今天主要想给大家分享这个馅的做法 银牙鸡肉馅 我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 我觉得它热量不是很高,而且也很美味 先把绿豆芽洗干净 然后放到开水中烫一下 再捞出来放到冷水里 凉了以后把水钻干 然后给它切成小段 豆芽不要切得太碎,切成段就可以了 不然就吃不到豆芽的口感了 鸡腿肉去皮去骨,洗干净 然后放到料理机里,把它打成肉泥 建议不要用鸡胸肉 鸡胸肉吃的会老,口感不好 可以在菜市场买几个大鸡腿 然后让商家给你去好骨头跟皮就可以了 回来洗干净,打成肉泥 肉馅打好以后,放入大碗中 现在就可以和馅了 磕入一个鸡蛋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盐 加一些葱姜末 先把这几样材料搅拌一下 搅肉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筷子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中途不要换方向 搅拌到这个肉馅有一定粘性了 这个时候再加入其他材料 老臭酱油 生抽酱油 白胡椒粉 料酒 一点点糖 再使劲的搅拌 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一些清水 水一次不要加太多 要少量分次的加 每次搅拌到水都被鸡肉吸收了 然后再加入下一次水 加水之前 你搅拌肉馅的时候会觉得胳膊非常的累 你会觉得搅拌起来比较费劲 当你加入一定量的水以后 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肉馅搅拌起来不那么费劲了 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可以了 拌好的肉馅是很粘稠的 就这样子一坨一坨的不会散开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豆芽 再倒一些香油 再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个馅就和好了 可以做包子饺子锅贴都可以 今天偷老了 没有和面 用买的饺子皮包的 如果是做锅贴的话 把肉馅放在皮的中间 拍成一个长条状 买的饺子皮粘性不好 要在上面抹一些清水 然后再把中间的部分捏起来 两边开口 其实现在好多锅贴都不见得非要做成这种开口的了 把口封起来味道更好 这样里边的汤汁就不会流出来 吃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过瘾 锅里放一些油 开中小火加热 油热了以后 把锅贴码在里边 先稍微煎一会儿 煎到底部有微微发黄 然后倒入开水 水量就是这个锅贴一半的高度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 用中火加热 加热到水分全部挥发 基本上就快要好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底部 底部变成这种金黄色 有脆脆的外皮就好了 就可以盛出来了 最后一定要勤看着点 不要让它糊掉 饺子的煎法跟锅贴是一样的 我用了两种锅来煎这个锅贴 最后我觉得还是用不粘锅煎好一点 比较容易取出来 如果用铁锅的话 要用一个薄铲子 把它铲下来才可以 这个馅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今天就到这里啦